在三重重新路三段上有一个专卖黑糖糕的小吃摊 这个摊子是仁安基金会与立新基金会协助街友就业的平台 每到了下午茶的时间附近的街坊邻居就会闻香而来买好吃的黑糖糕 大家以实际的消费为街友自食其力加油打气 小小一个摊车旁边连接着瓦斯炉浓浓香气不时传出 台面上一旁放置的则是刚蒸好的黑糖糕 这个摊位就叫做阿美黑糖糕 由仁安基金会与立新基金会一同合作 找寻爱新厂商提供原料 让街友可以有工作就业的机会 那我们是希望是说帮助女街友她们可以重返职场 重返社会希望她可以领月薪 然后之后可以租房子 可以回有个地方可以住这样子 那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找到这个厂商 她是愿意提供就是有固定的底薪的部分 不管她做得好做得不好 那她也是鼓励她 阿美现在在我们屋子中心的门口 那就是贩卖黑糖糕 那我们提供的协助就是除了陪伴之外 那我们会看照她说她的卫生 她的身心状况 那也提供她一日两餐 就是帮助她 那还包含说教导她怎么清洗 还有她的这些身材的器具 还有黑糖糕的绽放 那还有洗手间等等各项协助 黑糖糕一条一百元 吃了没那么大的人也可以选择购买半条 不少附近居民一到小五十街 也都会闻商前来购买黑糖糕 你有来这里买过吗 有啊就买过还就是还蛮不错吃的 对啊就是我刚才有问过那个朋友 就是他是用那个米做的 对对对这样子 你会觉得他味道闻起来很香 很香还蛮香的还蛮好吃的 那你会推荐别人来这里吃吗 人安基金会与令星基金会 也欢迎民众多多来购买 为这些努力重回社会常轨的街友们 加油打气 记者审仲戴华三重采访不到